祝特福70周年生日快樂 70周年裡面我們希望有一個實際上面回饋社會的這樣的一個行動 所以這一次呢買一罐祝特福呢我們就會捐贈兒股聯盟30塊 那我們希望透過這樣的一個活動能夠真正關懷到弱勢族群的小朋友 雖然他們生活在這個弱勢家庭裡面但是呢依然是值得我們整個社會一起來幫忙他們 那切兒福利聯盟真的很開心也很感謝就是法國的高德美大藥廠呢 能夠就是參與我們這樣的守護孩子而已這樣的一個行動 能夠資助我們弱勢孩子托回來的基金 他可以說是由我們這個兒童福利聯盟文教基金會的小朋友們來共同化作的對不對 是不是可以請執行長稍微來跟我們大家稍微警示一下這個畫作 因為我覺得真的畫得很可愛 其實這篇畫作呢是我們這個弱勢的孩子所畫的 那他的主題是未來的我 那大家都知道其實弱勢家庭裡面的孩子 其實對於未來感其實是非常的低 也就是說自己的未來到底可以過捨 不知道為什麼其實他們是沒有一些嚮往的 那我們透過這樣子的一個畫作當然也是希望能夠刺激他們能夠去想一想 或許他們未來其實也可以成為就是非常不一樣的人 那他在這一份畫作裡面呢 大家可以看到其實他們畫了這個譬如說星星 然後也畫了這個機器人 然後畫了各個這個球體 那我想這個也是在就是表達就是說 他們其實很希望將來他們能夠在天文的這個部分呢 能夠有一些的發展 所以這個可能對於弱勢孩子來講 確實是一個比較高遠一點的夢想 但是我們也很希望就是透過這樣一個起點 然後他們可以往這個夢想還進去 所以我相信他們的夢想都正在起飛當中 都在飛翔當中一定也可以實現 那特別的這一次更與我們的這個70週年的呼喊觀 大家可以看到這樣做這樣的合作也代表我們秉持 朱特夫也秉持我們的初衷 以溫和的力量來幫助更多的弱勢的小朋友們 能夠堅持他溫和的力量 能夠持續地往下一個70年來進 以後來我們繼續維持這樣一個 把家族能夠創造一段的氣勢 堅持我們的埋強下一個七星生 朱特夫保持初衷 用溫和的力量 繼續守護每個人每一天的健康肌膚 在未來的七星年也用溫和的力量 繼續守護著我們每個人每一天的肌膚 祝你四天的日子 七星年的日子快樂 Happy 7th Anniversary Center 朱特夫70週年生日快樂